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场比赛的对阵双方由来自马里兰大学的华人篮球队和Break Squad球队组成 最终两队经过四节的激烈对抗 Break Squad以47比43的四分优势险胜马里兰大学篮球队 赛后比赛主办方为他们颁发了冠军奖杯 同时将本赛季比赛的MVP授予了来自马里兰大学的12号队员彭博 我觉得首先这个是一次特别不容易的机会吧 我觉得像我们在中国从小就看NBA比赛 然后这次能在这样一个场馆条件这么好打球 我觉得首先心情特别激动 总而是睡不着觉 然后拿这个奖杯其实毕竟是个集体运动吧 我觉得其实个人的奖项其实我觉得要是换作是我 我觉得可能更容易获得就团队上的容易更重要 但是也是挺容易的 我觉得其实这个不是对我的肯定 也是对大家的肯定吧 我们都是马大然后college part分校的学生 然后可能有一些是本科生 有些研究生还有一些工作的 在美国体育运动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 生活在这里的华人也不例外 而UCBA美国华人篮球联合会 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应远而生 致力于华人篮球爱好 UCBA全称是美国华人篮球联合协会 然后我们成立当初就是想把在美工作的 学习生活的华人团结起来 大家以这个篮球的这种体育的方式 让大家就是团结在一起 然后这是我们就是建立这个协会的初衷 然后主要的形式 就现在目前就是以篮球联赛为主 还有一些社区内的这个青少年的训练 还有我们夏天举办的这种三对三的这种 就是活动 以这个篮球的这些活动为主 未来我们还是就是专注于这个做最专业的 这个篮球联赛和体育这个平台 给我们这个华人社区呢 创造更多的福利 然后呢将这个美国主流的这些篮球文化 还有篮球比赛带到咱们华人的社区里边去 这是我们这个未来的这个发展发展 自从2002年中国巨人姚明进入NBA后 中国球迷高涨的热情让NBA火遍全中国 而随着美国华人篮球联合会的日益壮大 相信他们也会在美国这片热爱体育的土壤下 绽放出更多的青菜 ACM记者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报道